大家好我是Jimmy 今天來教大家如何省錢 車子在行駛過程當中 多多少少會碰到刮痕 那其實像這種板金 華銜桿少說也要四五千塊 那今天呢就來教大家 如何去判別你的刮痕的深度淺度 是不是可來用一些方法 來把它驅除掉 Let's go 好講到刮痕其實有分成兩種 淺層的刮痕深層的刮痕 淺層的刮痕就包含太陽紋啦 還是最常見的就是說 因為指甲的關係去摳到這個門把 產生一條一條黑色的細紋 這個都是非常淺層的刮痕 那我們都可以用手去摸摸看 它是不是推得起來 還是用蠟或者是水 有沒有辦法擦得掉 那如果都擦得掉的話 這個都算是淺層的刮痕 淺層的刮痕要如何去除 我先介紹一下我今天帶來的 超細纖維布刮痕去除劑 不是墨烈爐啊 你在做什麼 它是最新配方刮痕去除劑 打蠟汗 出刮痕最好是把車洗完之後 擦乾之後我們再來出刮痕 車體表面已經都擦乾淨了 接下來這一罐 我們把它打拆 來看一下這個 來 沾一點點就好了 沾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子 濃濃稠稠的 好 我們就把我們的刮痕去除劑 抹上去之後 開始做這樣的清潔 一會兒去抹 你會發現刮痕慢慢的已經淡掉 甚至不見了 已經慢慢消失掉了 深層的刮痕呢 就是已經撞得比較嚴重了 來 我帶你們來看一下 可能比較深層的刮痕 像這樣子的深層刮痕 你去摸 一摸就有這種凹凸感了 那再來 你看它的底漆都不見的情況之下 根本沒辦法再讓這個漆能夠還原 通常我們都是需要用補漆筆 或者是補料讓它還原 那當然我們不是專業人士的話 你不要把自己當成避卡索 自己拿這個噴漆在那邊噴 拿沙子在那邊磨 這樣烤漆是在烤 這個烤完之後 你從陽光這樣照下來 顏色絕對不會均勻 就會好像貼藥膏一樣 這裡一塊這裡一塊 我們既然要省錢 小小的一些刮痕細節 我們都可以自己做DIY 那如果比較深層的話 麻煩還是要交給車廠 好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 如何去補刮痕的方法 第一個 髒污先把它取除掉 第二個 如果說你的刮痕已經有生鏽了 那你可能要用一些除鏽劑 讓這個裡面的鏽把它除掉 不然你補這個就沒有用了 第三 我們就是要來點漆 點漆你就選擇你車漆相近的顏色 因為我們不是原廠 所以沒有那個原廠的顏色 相近的顏色就好了 我們來拿漆來點看看 好 來 我們補漆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遮瑕遮醜 車子也要遮瑕 OK 好 點漆之後 我們就開始等它乾了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會用粗蠟 它美容一下 讓它自然一點點 讓它自然一點 表面才不會這麼的粗 隔了一段時間漆都乾了之後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潤澤亮麗蠟 做一個類似打蠟的一個動作 為了就是讓這個表面稍微平整 然後光滑一點點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把 用剛才的亮麗水蠟 把它擦拭做修飾做美容 好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為了保護這個漆面 我們要上一些細蠟 讓剛補完的漆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也有一個美容的作用 OK 板營可以分為 金屬層 底漆層 色漆層 金油層 通常市面上的刮痕去除劑和修復蠟 都只會在最上面的兩層有效果 刮痕去除劑修復蠟 藉由研磨劑把周圍的漆面打薄 使周圍的漆面與刮痕的高度差不多 再利用裡面的溶劑 將附近的漆溶解填充 使用這些商品後 再用細蠟或是鍍磨劑 將修補後的刮痕 再上一層保護 好 今天就推薦這個是 Auto Sport亞克30週年最新的產品 潤澤亮麗蠟刮痕去除劑 潤澤亮麗蠟它其實算是一個溫用蠟 我們家裡的水槽 磁磚 車燈 比較黃 那就可以類似用這樣子的潤澤亮麗蠟 它是目前世上最流行的小蒼藍的味道 刮痕去除劑它是白茶香 不會有刺鼻味 淺層刮痕就非常適合用這種刮痕去除劑 如果說你要比較大面積 你要到車廠去 推薦給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訂閱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3 2 1 走 大家好 我是Jimmy 今天來教大家如何省錢 那其實開車常常遇到的是什麼問題 最多 可能是在行駛當中 你可能有跟人家撞到 還是人家撞到你 那就會產生一些什麼刮痕 那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去取除刮痕 但是 來 重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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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